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帶大家走遠一點 我們過了一條橋,過了北溫 跟大家介紹一個全新的大型發展項目 發展商是模式的,為何是大型呢?因為會建造一大堆東西 除了第一期最先的兩棟硬碟之後 還有一個偽的硬碟建築 會有租購物、低樓墊、城市 位置在北溫,山腳下的位置是Lin Valley Center附近 我們會帶大家去Lin Valley Center逛逛逛 後面有一大堆樹林 我們可以來看看現在最先開始的兩個建築 首先會由這個South Tower開始賣起 它是硬碟建築 總共樓高是12層的 中間會有一個座椅 連接了旁邊這個座椅 這個座椅還未開始賣 這個座椅有四層 五樓是一個普通地區 除了這些是Pedio Home 會有一個特別大的露台 這兩棟的前面 剛才我們看到的圖片 還會有一個八個小時的高層 都是硬碟的 這三棟都是硬碟的 除了這三棟之外 其他後面的會是木裏的 地屋是一個層樓 之後樓上都會建建屋的層樓 層樓有media room、派對 room 有瑜伽房、室內游泳池 有dream room 我們看了這裡 我們先看看位置 讓大家知道 我們知道是哪一棟 我們這裡是北溫 這邊如果大家有聽過C bus的話 就會是C bus的站 這個C bus可以直接聯繫去 附近Vancouver 所以很多住在北溫的人 如果想上班 他們有時會乘巴士去到C bus 然後再乘巴士去等下上班 就不用開車、泊車了 中間就是北溫的市中心 再上來我們就是這個地區 我們是24街進去 整個社區 就是這裡 我們上面的工作距離是幾分鐘 就已經在Ling Valley的購物中心 沿著Ling Valley這裡 也有很多生活配套 Crossway這邊都是不同的 Trials 在一些很自然的地方 北溫這邊有名的 也都是這些野外活動 就是行山、滑雪 大家可以看到 Mont Simo在上面 Gross Mountain在這邊 如果大家是很喜歡戶外活動 喜歡去玩的 就住在北溫就對了 好 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看看showroom 然後看完showroom 再出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桌面 和價錢 讓大家參考一下 他沒有做一個 兩房或一房的整個建築 做了廚房、洗手間和睡房 讓我們看看材料、顏色、樓底的高低等等 拿個感覺 進來廚房這裡 其實這裡全部都是九尺樓底 然後窗 會比現在大家看到的會再大一點 當你真的去到硬碟的時候 你就會去到上面 七尺高的窗 上面的虛線的位置 這邊就是九尺樓底 廚房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廚房 是大刀米的廚房 廚具 即是爐頭和雪櫃 都是三十吋的包裝 如果是小一點的刀米 Junior Two Bag 或者以下的 他們會用24吋的 說到桌面 看到這廚房的設計 它是有一個島嶺的 逢是遇到島嶺的設計 島嶺的卡拉托會比較寬 兩吋包邊 如果你買或選擇的那種椅子 就不是一個島嶺獨立的 而是一個L形 或者U形 連著的那些 它就會像那邊 這邊是爐頭 這隻的厚度 就不會特意做厚度 然後它桌面的材料 其實是Course Compensate 即是石英複合材料 我們現在在看這隻 是Morning Color Scheme 是淺色一點的 剛才大家看到那邊的桌子 升盤就用了Blanko 裡面這隻材料 跟我們看到的很多不同 它不是不鏽鋼的 它是Silk Granite 這隻材料會內用性高一點 不鏽鋼的那些 有時候如果不小心 白潔布一拆很容易花 這隻就內用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花 這隻水喉的 全部都是搭配 都是用了金色色色的 下面是廚櫃空間 給大家看看 洗碗碟機 通常我們都會放在 升盤旁邊 方便使用 現在就用了Blanko 然後微波爐 就放在這裡 Panasonic 下面也有一個櫃桶 這些儲物空間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七位煙機上面的 然後就是這裡 這些是上面的空間 七位煙機我拉拉給大家看看 幾個可以教導數的 1234 大家聽到聲音嗎 爐頭就在這裡 這個是30吋的 細單位是24吋的 5個gas爐頭 焗爐就是下面 Bosch 這個不是雪櫃 這個是Pantry 當然不是每一個職 每一個單位都可以做到的 是這隻做到頂至底的櫃 可以放很多東西 都是甲板 爐頭下面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這些都是櫃桶 櫃桶裡面都可以 Soft Clothes 它是這一格窄一點 下面兩格闊一點 這邊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跟那邊 好 接著就是雪櫃空間 雪櫃呢 它也是包在櫃面裡面 現在就是Bloomberg的牌子 不過發展商剛剛跟我說 他們有機會會轉 但是也會轉回歐洲的高級牌子 不過現在還未硬實 下面就是Freezer 好了 廚房就是這樣 現在的地板就是普通Lamonate 如果你去到睡房 待會大家會看到 就是地毯的 我們先看看Color Scheme 和一些升級選擇 我們剛剛看的 就是上面這隻Morning的Color Scheme 如果待會房間地毯不喜歡 可以延伸本身Lamonate Flooring 想再升級 地板也可以轉為Engineer客戶 就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比較喜歡 暗黑夜宴的感覺 就可以選擇Evening Skin Cabinet 廚櫃 就是你現在看到 淺咖啡色那些 就會變成深咖啡色 Cabinet 上面廚櫃面 就會變成深灰色 跟著Back Splash 剛才那隻是白白灰灰的色 就是黑灰色 跟著Flooring 也會深一度 Counter 也不再是白色 是白色的洗衣面 而是深黑色的 待會洗手間 都可以想像是暗色色 這些就是地毯 如果我們不做任何升級 由廚房到睡房 就會變成地毯 我們可以先看 Walk In Closet 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發展上是不包的 這是Display Idea Only 包括這些牆子都沒有 最後交給你的單位 會像這些白色的牆 就不是大家看到這些綠色的場面 到時都只是給你一個白色的 洗手間進來了之後 是一個大的洗手間 它有兩個升盤 然後有浴缸 有浴缸 如果我們買那個 unit 或者我們用那個洗手間 是比較小的 比如客廁 小洗手間 它就不會再做這隻 在桌面上 像瓷盤一樣的升盤 因為如果這樣做 這麼小 它就考慮到會很少空間放東西 它就會做回Underman的那隻 這樣就多些桌面空間 因為這個夠長 就算你做兩個盤 它都會有地方放東西 那一塊鏡子 有些亮晶在上面 然後之後呢 就看這個櫃桶 然後下面有一個大一點的 好 這個顏色圖 都會跟回你外面的 Morning或是Dark 如果大家想走進來 叫做有Floor Heat 暖地版的話 這是更新的選擇 我們先看看 毛邊的玻璃 可以走進來看看 它有一個擺盤 亦有一個可以拿出來的手擺盤 全部鋪了 它也是一個底座 它這隻玻璃是10mm玻璃 外面這邊可以掛毛巾 有時看到洗手間出來 沒有掛毛巾也挺困擾的 這一邊就是浴缸 大家看到現在 這個浴缸是純浸浴 沒有浴缸 但如果洗手間是三塊 只有馬桶、星盤 還有一個浴缸 它就會再放浴缸給你 讓你可以洗澡 沒理由天天浸浴 我也很想的 洗澡可以兩小時 我們看看睡房 大家看到很多都是設計材料 這些背板都沒有 到時都是白色牆 全屋都是九尺樓底 另外一個窗都是七尺窗 我們現在可以出來 看完show home 之後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功課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建築模特 這邊是向北的 我們現在專注於這個塔塔 South Tower 因為North Tower 不會流出的 我們先看看這棟樓 我的這個位置是向東邊 這個位置是向南 景色比較開放的 樹林那邊是向西的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這棟樓 大家看到平台花園是五樓 這裡四、三、二、一 都有一些房子 將兩棟連結 五樓之後 這裡就是自己一棟 西藍看著樹景 東藍這邊比較開陽 因為這邊也會有樓 但是會矮一點 這是一個三房的單位 大家可以來這邊看 這裡是角落三房 這邊也是角落三房 露台全部向南 夾在中間那些其實是兩房 然後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大家看到這些在座場中間 看著後面樹林 或者稍後我們回到前面 可以看看 那些是一房 這裡也有一些是一房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積 只有幾個單位 就是我們叫做 Junior Two Bag 縮到這裡的 這些 這幾個是H Plan 這些Junior Two Bag 其中一間睡房 有衣櫃 但沒有窗 包邊 包括這裡 很多都是E Plan 即是三房間 中間也會有兩房間 我們現在看看座場 大家可能會更清楚 這邊是五樓以下的 South Tower 然後是六至十二樓 有一點分佈是不同的 我們可以先看看五樓這邊 其實有幾種計劃 如果大家是找三房的 就是這些 每一層都有三房 三房的價錢 其中一隻計劃 叫E Plan 大約是120萬左右 尺數是1312尺 如果大家三房是太大的 兩房有兩個選擇 看看你要不要CORNER 如果你不要CORNER 大部分A Plan 都是東西朝向的 90萬頭 900尺 當然這個A Plan Only 還有很多不同選擇的A Plan 其實我還有一整疊 很多計劃 就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要CORNER 可能要考慮B Plan B Plan不多 這邊 還有這個B 還有這裡 六至九樓都有兩房 這些就是CORNER的兩房 尺數會大一點 是1160尺 價位是810,000頭 最後如果大家想要小一點 有D Plan D Plan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中間PODYUM 向著樹林那幾宅 這些尺數就小一點 605尺一房 六十萬鐘就有了 其實還有一隻 再小一點的D Plan 就是這裡 夾在兩個 2層的中間 這個價位是未知的 但它是最小的 564尺 沒有Flex 沒有Dance 只有1屋 剛才說的最特別 H Plan Junior 2Bat 夾在中間 也只有幾層有 這個價位是70萬鐘尺 它是802尺 之前我們出去逛街之前 我也開了一些職位給大家看看 讓大家可以有個清晰一點的想法 一人進來 我先戴個口罩 兩房三房都有 我們先看兩房 兩房的A 剛才說過A Plan 都是不是CORNER的 所以大家看到是單邊 向東或者向西 一間房在這裡 主人房在這裡 另外一個洗手間在門口 會有個Flex 這隻廚房不是L shape 那麼問題 如果大家看看CORNER的兩房 大家可以看到B Plan 這隻是1160尺 它CORNER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客廳、廚房都會多邊窗 有個露台 有主人房在這裡 有個釘 另外一個睡房在這裡 就是81萬左右 三房的話 這隻E Plan 1312尺 這隻就很大了 不溫這邊 我今天來看完 看完的Floar Plan 我覺得跟Bernabee 甚至是Vancouver Richmond比較 似乎在這裡的職位 開得比較大 沒有這麼說 三房就是 1300尺 兩房就一定超過 差不多1000尺 感覺上居住的空間會大些 雖然也反映了在價錢上面 這個E Plan 1300尺 接近820萬左右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房的規矩 這一個是D Plan 605尺 如果大家剛才記得 它全部都是 座房 在中間 向著樹林那邊 60萬宗 價錢 我們剛才說的 South Tower 都是去到九樓 因為十樓和十一樓 這兩層都是Pent House 和十Pent House 它們的職位會有些不同 開始價錢是 83-85萬左右 我也不想阻止其他人那麼久 因為今天很早過來 今天8點半就來到這裡 因為它們現在是 由早上差不多9點鐘 就一直排到晚上8點鐘 就不斷有人來Preview 現在這個Stage就是Preview的 等到差不多2月初的時候 它就會正式開賣 所以就想跟大家share這個先 還有些什麼特別要知道呢 兩棟總共160個單位 管理費那些是暫時未知的 如果是說South Tower的話 就是2024年的春季 就會交樓的 至於大家比較關心的 寄居組織 它會怎樣配備呢 現在還在設定 有機會有變 所以我就不在這裡公布了 那這個城市有什麼特別呢 它就直接在我們可以說是雪山山居下 那這裡有了山在這裡 上面有絲毛那個雪山 可以上去滑雪 那夏天呢 這裡有數之不盡的trails 可以上去行山 大家都聽明白了 北灣有很多紅啤啤 那除了這些之外 又說一下住環境了 你看到我身後這些 都是比較新的condo來的 其實這個area 叫Lin Valley Lin Valley 這裡附近大部分 都是一些獨立屋來的 那就是這個中間 Town Center的位子 之前被Bosa買了 就做了re-development 所以大家看到這邊周邊 就感覺比較新的 所以今天帶大家來走這裡 了解一下這裡的配套 就會去到北灣也有個吊橋公園 那就去那裡看看 我上一次來其實是夏天 現在看看冬天 不知道去到那裡 有沒有什麼感覺 會不會是雲霧纏妖的仙境 周邊配套轉個彎去那邊 就到了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走到這個比較中心的位置 那我身後呢 就是Safery 是其中一個超級市場 去到這邊呢 那又是前面有Safe on Foot 那可能大家都看到 兩邊那個設計的style 有點不同了 其實這一邊呢 大家看到更新一點的 那個Mall 其實已經是屬於Bosa 那這個發展商 差不多是前幾年開始 已經將整個Mall 即整個Town Center的area 即屬於它的土地 就re-developed了 那現在是慢慢慢慢的 雙舖搬進來 大家剛剛走過都看到 後面有一些吉的店 他們是未全部都入住了 前面呢 還有一些位置是未完工 但是它的stage 已經去到是比較後期的了 因為大家看到 那些大廈都入了火了 這邊就正在建 那北溫呢 都是比較冷一點 和高一點 它近山 下雪的機會會大一點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 大家看到地上的一顆粒 其實已經是灑了鹽 只要一個over night 突然有落雪 第二天就灑不滑雪 好像來到這裡呢 它也有Shopper's Drug Mart 有Starbucks 大家看到它還是 只是貼了白色帆布 連那個Logo都還沒貼上去 剛才我進去洗手間 還有一個Sushi 還有一些巧克力店 還有一些賣衣服的 有個做Nails 所以一些基本的配套 這邊也有了 突然下很大雨 其實這邊呢 Vancouver冬天就是這樣的了 大家不要以為我每次拍片 都陽光普照很光 其實我是選日子的 今天選不了 突然下了大雨 那我們繼續走 剛才我們看了那邊Safeway那邊 Safe on Food那邊 現在我們又來到另一邊 都是剛剛那個Mall走過來的 這個有個Brown Social House的餐廳 前面呢 我記得有個Library的 看看 這裡有Sushi 上面呢 Yoga Element 想帶大家來看一下 如果你住在這裡的話 那你Walking Distance 或者駕駛兩分鐘車 踩單車過來 都有很多不同的配套 這個是什麼來的 看看 這個Library就是這裡了 這裡外面那個Lin Valley Roll 其實一直開過來就會看到 全部都是落地玻璃很漂亮 我每次經過都很想知道 這是什麼來的 其實就是Library 來的 看到有書店 然後Library 這裡裡面也有個Coffee Shop 這裡可以通出去的 應該 這裡有些寵物店 很正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Salon 這個Mall就新鎮 對面那些呢 相對多了一點 哈哈哈哈 這一條呢 就是Mountain Highway 對面呢 對面呢 還有Waves Coffee Shop 還有這間好像是賣那些 Bike Retail 這邊其實呢 很多人喜歡踩單車 我們就看到上面呢 全部都是那些山啊 那些Trail啊 那些人除了喜歡行山 都很多人喜歡踩單車 所以這邊都有很多 就是單車類的店 好像我們看到呢 這一個車站呢 就已經有兩部車呢 都可以去到Burrard Station 的 那另外一邊呢 就有一部229 或者28 那個Bus呢 就是可以去Key那裡的 那就可以去坐Cbus 那單車上班 或者去Shopping 那樣 哈哈 我現在已經來到那個 剛才我們過來 差不多是五分鐘車程左右 那就來到 北Wandlin Valley 這個吊橋公園 那 很可惜啊 這個吊橋結束了 遠一點 另外那兩個就開的 那這個原因其實 都是因為COVID-19 可能不想那麼多人 在這個吊橋上聚集 我們可以去前衣看看 看到這個牌呢 其實我想在香港的四碟牌 和我老公去過 那他這裡呢 就叫你不要 斷滑 還有說呢 多少尺 多少人有出過意外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 夏天來這裡呢 記得不要跳了 這個區域 整個公園 或者再進去 其實很多瀑布 很多水源 的 未生的話呢 其實就是這裡呢 可以走到下去的吊橋 那我們今天呢 就走不了 不過不要緊 難不了我老公的 他有方法給大家看一下 走在橋上是甚麼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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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今天 white 咦 這裡還有一條西橋 那我們去西橋 入東以來沒有走過山 但住在北溫是真的要預防有紅 譬如說如果你是住獨立屋放垃圾桶出來 不要晚上十點的時候放出來 你可能會朝夜紅紅臉 看看你有沒有東西吃 這邊的設定庫都有規定 清晨的時候才可以放出來 還有那些垃圾桶要有一個鎖蓋 我們看這裡是不是 走錯了在那邊 我們好像越來越自然的感覺 更加天然 我們今天任務失敗 我們剛才經過那條木橋 就已經是我們原本想去那條橋 不過我一直以為有多條小小的鎖蓋 但其實只有我老公說有的 我走了很久 終於沒有了 而且現在開始想下大雨 不停滴水 剛才好像沒有那麼大濕氣 不停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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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那些叫什麼 洪水暴漲 什麼沖走 要別人救 不過說笑的 這邊應該不會的 這邊很高 因為那條河其實在下面 對了 今天走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再走 其實有個牌子 但我們剛才停車位在這裡 那那個鎖蓋鎖蓋封了 我們打算我們可以走去這個 其實它也沒有寫鎖蓋 那我們又走錯了走到下面 然後現在上回來 那我們現在都差不多去到夜晚了 那我們就打算去到 那邊的鎖蓋鎖蓋 那邊的鎖蓋 我這裡身後就已經是 這裡可以一直走出去的 你看這裡打得很夢幻的 光好像很漂亮的 對面才知道維港 那個中癮 其實這邊看過去 對面就是溫哥華的單坦 雖然說景色可能沒有維港那麼壯麗 不過我都覺得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溫哥華是其他大農村 我們去後面的寫鎖蓋 我們先看看 那這條有條橋 我們剛才沒有辦法成功地走這個 不溫山林裡面的吊橋 我們先走這條橋掛人 我們應該走這裏 現在COVID-19 我們又藍了 你又 今天來不溫 差不多幾天 又行山又 又這樣那樣 尤其是可能針對 特別喜歡戶外活動的人來講 那你住在這裏 可以剛才我們在墓室那邊 那你住在山腳下 那你上山玩十幾二十分鐘 那已經有很多trails 那可以上 甚至可以上雪山滑雪 那有十幾分鐘 如果你要一些比較忙碌的單坦生活的 那你去Northand這裏 那天天都可以換不同的餐廳 而且這邊的感覺就西快一點 就可能跟你去Richmond Town Center 完全不同了 在Richmond Town Center 你到處看都是中文的餐牌 不同的中式菜式 那樣 或者多些日本的 這邊就多些西方的美食 如果你說還不夠厚 搭個Seabust去Downtown 那就更加多餐廳 甚至可以購物 如果女士喜歡買名牌那些 就去那裏 很多購物的名店都在那裏 那剛才其實我們泊車 就泊了在這堆聖誕樹的裏面一條街 那這一條呢 值得的呢 其實就是Lone Seal Avenue 然後呢 然後呢 對啦 這邊有很多充電的 沒有的話呢 都有一些Underground 可以下去給錢的 那些Pay Parking都有的 我們就回家啦 下班啦 拜拜